水经吃紧的情况 中国大陆正面临更严重的危机 来看到中国云南地区 有的乡镇水库已经见底 村民和养殖牲口饮水困难 村民只能背着年幼的留守儿童 牵着牲口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拉水回来吃 干旱还造成农作物减产 估计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过亿元 已连续四年持续干旱的云南 最近灾情日益严重 云南省楚雄遗族自治州 元摩县江义乡海滋边村 多处蓄水池因旱勤严重 已干涸见底 其中包括一个库戎8万立方米左右的水库 也已见底 据了解 元摩县内已经有约半年没有下雨 境内的六条河流断流 江义乡则有约140多天没有有效降雨 造成村民和牲口饮水困难 全乡3380亩水稻 因为干旱没办法播种 约16万亩农作物受灾 经济损失达950.9万元 由于缺少有效降水 遭遇4年连续干旱的云南省甘蔗主要产区 红河 玉溪 林仓 宝山等地受汗严重 从而造成甘蔗大面积减产 有业内人士担心 如果干旱继续下去 甘蔗减产严重 将有可能直接影响唐叶市场的价格 对于云南连续4年干旱的原因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专家分析 气象干旱是根本性原因 但也不排除人为因素 例如农业水利工程不足 和生态水纹系统遭到了一定破坏等因素 新唐人记者易如秋奇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